老姐,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你不是喜欢园艺吗? 我要带你去一个超级大的园艺主题公园 那真是太酷了 没错,那我就要带我弟弟去看一下 翰天湾的国际园艺博览会 那我们一起去探索一下吧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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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Yeah!新的一篇终于开始了 我们来到了 翰天湾国家公园 如果你对自然美景和园艺有着无尽的热爱 那么不容错过 韩国顺天湾国际园艺博览会 这个令人陶醉的植物仙境 位于韩国顺天 是一场汇聚了世界各地 精湛园艺技巧和自然奇观的盛宴 面积有193公顷 分成了三大区域 市中心、顺天湾国家公园 还有顺天湾池地 我们的旅行从市中心开始 这里有五泉绿色广场 是仿造莱茵河、河谷公园等 郭恩的蓄水公园建造的 东窗和蓄水池 组成了一个国家园林相远的花园 在这里可以尽情享受风、河水、花与香 阳光与树荫带来的惬意 接下来我们就要参入 顺天湾国家花园啦 这里就是顺天湾WW提示地啦 这是一个在城市中 为各种水生植物和野生鸟类 提供自然气息的地方 在这里可以看到各种稀有动物和鸟类的和谐共存 我在韩国十一年了 居然是人生第一次看到火烈鸟 太神奇了 在韩国第一次看到孔雀、小狐狸、海豹 萝卜薯,简直就是人生喜体验 大家看一看一看 一个笼的笼的笼 一看是外面的笼 是朝鲜的 我之前就闻在眼睛 在这的时候咬着 感觉顺天湾国家公园 绝对是小朋友们的欢乐天堂 实在地感受一回天然湿地之美啦 这座孟之桥全球首座架设在水上的桥梁博物馆 也是一件艺术品哦 过桥后就从西园来到东园啦 那刚刚呢我们过了孟之桥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顺天湾的 国家公园的东园 这里面超级无敌大 我们足足走了一整天呀 可以打卡的地方非常多 现在呢我们来到就是彩霞花园了 彩霞花园可以澄清在绚丽多彩的花海中 感受到自然界的魔力 啊 这个好多情况 不知道怎么知道 一万一只啊 那场景 不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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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是傍晚时分 坐在这里赏风景 真的是无限气力啊 顺天湾国际园艺博览会 不仅有各类主题的庭院 还有可以感受到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园艺风情 哇这里面竟然有中国的庭园 那我们去看一下中国林波园 刚刚走近的就是中国园林林波庭园 林波与顺天为中韩友好城市 在这里旨在打造一个室外仙境 展现了小桥流水人家的园林景象 作为中国人能在韩国看到中国庭园 真的非常开心 法国园林仿造了凡尔赛宫尽造的花园 置身这座带着时代印记的花园 真的好像来到法国漫步一般 墨西哥花园 将墨西哥古代文明 与色彩缤缤的现代建筑融为一体 德国花园展现了德国花园之父 卡尔福斯特道表现的花园设计风格 我又来到荷兰了 今年五月才去了荷兰 我怎么又来到了荷兰呢 荷兰欲进香花车与风车 完美还原荷兰童话般的风景 穿上荷兰木鸡鞋 好像真的在游了一遍 风车自由之国荷兰 西班牙花园再建了阿尔汗 布拉宫的水路 在这里细水毫不乐灾 走过顺天湾国家公园的水山林路 另一边就是花园住宿了 这是一个集体验美食疗愈 养生地一体的住宿项目 顺天湾国家公园 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主题公园 日本、泰国、意大利等等 一天都走不完 还有韩方体验中心 可以感受韩式疗愈和足疗 放松心身 乘坐天立方轻轨 就可以直接从主题公园 来到顺天湾湿地了 一边坐着车 还可以一边赏风景 一路的湿地自然景观啊 顺天湾湿地到站啦 顺天湾湿地公园 是世界五大沿岸湿地之一 这里有韩国芦苇分布 比较密集的芦苇滩 芦苇高可过人 微风拂过 满天的芦苇花飘飞 如大海上起伏的波浪 拍照拍视频都绝了 这里还有文学馆花园 南特等花园 我们选择坐船赏风景 坐船一边可以赏 春天湾湿地原色的风景 还可以在水汽烧市的地方 看到各种洗水性植物 还有白头鹤 白罐等世界罕见的鸟类 和各种国家保护鸟类 在无味从中气息 真的是非常神奇的景观 如果你有时间来春天湾湿地 建议海铁区观景台 远跳所有的风景 春天湾国际园艺博览会 真的是超级值得打卡的 韩国宝藏旅行地呀 怎么样 莎莎觉得今天一天的旅程如何呀 这个地方真的是太大 太好玩了 超级的美呀 是啊 我真的觉得是 无论是朋友 或者是恋人 还有一家人 带着小朋友 一起来旅行的话 也是非常适合的 对 我觉得可以玩地震 对 一整天哦 好大呀 还可以住在顺天哦 欢迎大家来 顺天湾国际园艺博览会 来呀来 欢迎欢迎订阅